Ok你好我是Ryo 那今天我們要來久違的初心者系列 不過這一次我們不是要來練初心者 畢竟已經200等了嘛 暫時要先休息一下 而且繼續練他卻要花超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討論一下 該怎麼提升初心者的角色裝備 那我們今天就先從武器下手 那你們知道嗎 我今天在查資料的時候 發現一件事情 那就是呢 初心者居然可以用爭鋒葉拳套 哇嗚 感覺好猛齁 直接化身閃投人欸 但是有一個問題啦 那就是說 我們沒有任何的技能啦 等於是我們只能一個飛鏢一個飛鏢慢慢的丟失吧 這樣好像沒有什麼意義欸 好 沒關係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 Let's go 風之谷交易群 風界平台等你加入 趕緊點擊影片下方的資訊欄連結來加入喔 好啦 影片開始呢 我們先來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一次 大家聽到初心者啊 第一直覺會覺得初心者會拿什麼武器 第一把不用講了吧 冷凍金槍魚 這一把是10級就能拿的全職業武器 基本上初心者要拿 除了少數僅限初心者使用的武器外 基本上就是全職業的武器了 那冷凍金槍魚的話呢 就像是全職業用的 也有像是初心者專用的 那初心者專用的攻擊力會比較高一點 OK 這個也是理由我之前用過的武器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清酒 沒有錯 這一把的話呢 攻擊力更高 100攻 然後跟剛剛的冷凍金槍魚一樣 都是可以用橡皮擦來兌換的 再來的話呢 就是目前理由我初心者拿的 藍色拖把 那藍色拖把的話呢 雖然才36級 但是他的攻擊力來到了相當驚人的 220攻 如果以初心者能拿的武器來說 這一把應該是攻擊力最高的了 我是說僅限於攻擊力的部分啦 然後他也是橡皮擦可以換到的 不過比較難換到啦 不過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呢 是我其他玩初心者的好友 包括觀眾呢 也有推薦給我的 首先第一把就是 滑板系列 沒有錯 因為這個系列現在真的是非常少見啦 所以我只能特地到愛莉亞的拍賣場來挖 然後呢 這個外型也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歡的武器外觀 那我目前看到最高等 然後加的攻擊力最多的就是紫色滑水板 不過聽說還有一個是 岩下紫色滑水板 攻擊力的話 比起這個紫色滑水板啊 99攻 他的攻擊力是102攻 但說實話啦 好像沒差多少 而且這邊也沒有看到啊 包含瘦出這邊 欸 對 我也沒有看到 但我得說這個滑水板拿在手上啊 真的會有一種好像回到十幾年前風之谷的感覺 所以理由我有考慮也來搞一把武器 不過老實說這個東西 跟藍色拖把比起來啊 還是這麼遜色的一點 欸 唯一的優勢大概就是他的攻擊速度是快 然後藍色拖把的攻擊速度是比較慢 對 所以可能會有差啦 但我是覺得應該差不到哪去吧 好啦 那麼下一件武器就是 登登 真風夜巨傘 這把是70幾的 然後是88攻 88魔 然後一樣是全職業可以用的 那他的攻擊速度一樣是快 但我覺得這把的優勢只有他的外觀吧 他的攻擊力甚至比剛剛那個滑水板還要低耶 覺得他只是好看吧 不是啊 你們不能只有好看就推薦給我啊 這樣下面這幾個也挺好看的啊 這樣我武器買不完啊 老哥 好啦 那介紹巨傘呢 剛好看到下面剛剛我們開頭介紹的這個啊 楓葉拳套 欸 你們覺得如果一個初心者啊 在那邊丟飛鏢當閃投的人 是不是超酷的啊 而且我看了一下拳套的部分啊 好像真的只有真楓葉拳套是全職業可以用的耶 說實話如果沒有人跟我講我還真的不知道 好啦 再來就是不速之客系列 那如果你有拿過這個系列啦 你會知道說他每一把武器呢 其實職業都有分不一樣 然後外觀的話呢也非常的炫炮 那其中這一個不速之客短鍵 括號STR 紅色的這一個 他是全職業都可以用的 沒錯如果你是LUK的話呢 他是盜賊才能用 但如果你是STR的話呢 他是全職業都能用 那他有分 EST 2ST 3ST 以及LAST不速之客的短鍵 攻擊力是107攻 然後還有就是 The VIP 這一把的話呢 是127等 115攻 應該也是你們看到的初心者系列 大家最常拿的武器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可以上 靈魂寶珠 沒有錯 一把初心者能用的武器 居然能上靈魂寶珠 這個真的效益超級無敵高 那也非常感謝這麼多的觀眾 一直在給我一些初心者的 不管是企劃啊 還是想法啊 或者是裝備武器上的建議搭配 所以說呢 我們下一次的初心者系列 決定開稿這把 The VIP短鍵 括號STR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藍色拖把 就會 就此退役 OK 但這個素質 我真的是覺得 香到爆啦 但 最終我們還是選擇這把短鍵 OK 好啦 那麼下一把武器呢 一樣是 楓葉系列的 真楓葉之弩 沒有錯 價格超貴 這邊就不展示給各位看 但是 初心者也能用弩這件事情 我還真的沒有想過啊 沒想到能夠當閃頭人 也能夠當弓箭手啊 那我還玩什麼劍神啊 玩初心者比較好了嗎 好啦 可是這個應該跟拳套一樣啊 就是 好看歸好看 但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實質效益吧 我不確定耶 如果有初心者專家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留我一下啊 到底哪一把武器的CP值是最高的 因為我目前問到現在啊 多數人還是推薦我這一把VIP短鍵 這也是為什麼我決定把它買下來 準備開稿的原因 好啦 那其實呢 全職業的武器還有非常多啊 初心者能拿的職業武器真的是超級多啊 講說講不完 不過大部分都只是外觀好看 單純拿來單做玩具還可以啊 但是你要真的認真拿來打怪打王啊 我相信效益真的是不搞啦 那大家如果有知道初心者還有什麼拿起來 非常炫炮 或是非常實用的武器呢 也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許如果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會考慮買來在下一部系列中出現 那我們最後的最後呢 先來幫VIP短鍵上個傳說卷好了 來吧 OK然後呢 鑑定 那完美印章 然後 好 三排 然後因為我們剛好這邊有名將方塊 那我們先用這九顆洗看看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下一部影片我們就來用展炫方塊來洗 好不好 大概是跟拖把一樣 洗個兩排物攻或者是有總傷害就差不多了 OK 那我們就直接 GOGO 冰將不留了吧 不行不行不行 我覺得呢 雖然用名將方塊要洗好有一點難啦 但是我們的夢想不該止不於此 再來 魔法攻擊 完蛋了 魔法初心者 再來 B傷加物攻耶 可是我覺得第三排有點可惜耶 但是 如果這個B傷能留著的話 對我們的Boss攻略超級有幫助耶 所以說這把VIP是能夠洗一個雙臂遺物的 那當然要挑戰看看啦 是吧 還有六顆 洗個雙臂遺物 不過分是 鼠鼠怪人 我們就決定留這個啦 27粒 3700的力量 好啦繼續 再來 剛好是我們要的力量耶 天啊 又是一排B傷 剩三顆 這次又是物B 剩兩顆而已 我決定啦 我們把兩顆按掉啦 好不好 那如果說沒有那就算了 反正我們後面再用 展現方塊洗就好 好嗎 反正我也不覺得名將方塊會洗好啦 OK 再來 剩一顆 海底囉 好啦 至少有一排物攻 還行還行 至少不是什麼都沒有 OK 那下一部影片呢 包含鐵錘啊 然後心力的部分 潛能 甚至是附加 還有卷軸的部分呢 呃 全部都會把它搞定 反正我們就是要正式的 把這把VIP 當成我們初心者系列的 畢業武器 這一個藍色拖把的話呢 就跟它say goodbye了 OK 那今天我覺得最滿意的部分啦 就是 我們居然能夠用初心者來 當閃頭人耶 我的天啊 帥到爆耶各位 而且還射出 你看 楓葉飛鏢 OMG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議 或者是想法的話呢 都一定要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 因為我真的 對於初心者的理解 少之又少 所以我大部分的影片題材 包含裝備的選擇 目前啊 幾乎都是一步一步的 照觀眾的建議 或者是我到一些討論區 搭出來的 但是這顆點影重重 我就覺得真的是超級好用 好啦 那我是樂果 喜歡影片 記得幫我追蹤的分享 追蹤的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 掰掰 為了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